OdioJungle OdioJungle 参考消息网4月14日报道 文刘华 4月14日 美英法队续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根据不完全统计 美军截至目前 已发射巡航导弹100余枚 英军派遣战斗机 对许战术目标进行了空袭 法军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综合14日各方面消息 此轮军事行动 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明确意图 一方面试图在军事上 短期速决行动实现威慑目的 对俄施加更大压力 争取在续和平进程中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对国内显示 其在续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对国内保守势力和相应利益集团有所交代 从军事上看 此轮行动是一次性打击 暂不至于升级至长期战事 但美方正在向地中海东部调集更多军力 可在一段时间之后 完成更大规模打击的准备 一次性打击重在威慑 综合美方消息及当地媒体报道 美方此次共计发射 至少112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这一数字体现了此次打击的一次性特点 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主要发射平台 包括美海军巡洋舰 驱逐舰和核潜艇 以及美空军的B1B轰炸机 其中核潜艇和B1B搭载的数量有限 海上主力平台 当属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为例 该型舰上共装有96个导弹发射单元 通常可用三分之一左右的发射单元 携带巡航导弹 即约30余枚 在叙利亚附近执行任务时 因防空和反舰压力较小 其搭载战斧的数量可能增至60枚 美方目前在地中海东部 共有两艘伯克级驱逐舰 唐纳德库克号和波特号 其中后者是9日才从塞普洛斯出发 前往叙利亚附近海域 有可能是专程参与此次打击所用 照此数量推算 此次打击很可能消耗了 两艘伯克级驱逐舰上的绝大部分战俘式巡航导弹 伯克级驱逐舰无法在海上补充装填巡航导弹 两舰很可能此后要返回附近基地进行装弹作业 才能执行下一次对地攻击任务 换句话说 美方就算是想立即发动第二轮攻击 也暂时没有足够的力量 就在几乎整整一年前的2017年4月7日 美国曾对叙利亚发动过一次巡航导弹打击 当时参战的恰恰也是两艘伯克级驱逐舰 共发射了59枚巡航导弹 如果按照该型舰通常搭载导弹的比例和数量 这很可能也是当时两舰搭载的绝大多数巡航导弹 而那次行动是典型的一次性打击 由这一细节可知 美方此次并未做 类似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那样 长期连续大规模空袭的准备 英法两军更多的是重在参与 体现同盟关系 其所动用的力量十分有限 根据当地媒体消息 美英法此轮打击的目标包括 大马士革附近的两处军用机场 两处续共和国卫队设施 一处研究设施 还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霍姆斯附近的设施 而西方媒体则强调 其攻击的是化武、设施 这说明 特朗普政府的行动 是沿着此前一些西方媒体炒作的化武遗云前行 其政治目的高于军事目的 当前 叙利亚战士诸部趋向明朗 现政府地位逐渐稳定 去和平进程也进入关键时期 在和平进程中 谁能获得主导权 谁的话语权更多一些 显然是各主要相关国家之为关心的 美方此举显然是要加强威慑 对俄罗斯和其他各方施压 争取在和平进程中的更多主导权和话语权 同时 对特朗普政府而言 这种展示强硬态度的做法 也是对美国国内保守派势力和其他利益集团的交代 2017年4月空袭叙利亚之后 特朗普在国内支持率一度攀升 空袭时举成为其在国内受到多方支持的难得政绩 这一次 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也会收到这一效果 短时间内不会升级 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 此轮座战行动已经结束 战事在短时间内不会升级 接下来 美方的重心应是评估空袭的政治效果和军事效果 并借助这些效果在谈判桌上抬高要价 但同时 美方也在为将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预做准备 目前 美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 正在前往地中海途中 该战斗群包括一艘航母 一艘提康德罗加机群洋舰 及四艘伯克机驱逐舰 还有两艘驱逐舰 将在途中加入这一战斗群 另可能有核潜艇在水下伴随 如进行对地攻击 该战斗群不仅可 使用航母搭载的一个战斗机连队 还可使用护航舰艇 及核潜艇上装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如按照通常装单比例计算 其一次可发射近200枚巡航导弹 如按照对地攻击任务的装弹比例计算 其最多可装载400余枚巡航导弹 这可供美方发动一场一周左右的大规模空袭行动 美方未来会如何动作 是否会将航母战斗群投入实战 关键还要看政治仗打得如何 看是否在谈判桌上 拿到了其想要的东西 叙利亚内战至今已有约七年时间 虽然其地面战场形势逐渐落定 但数欲镜而逢不止 后续恐仍将是波鬼云觉之事 这是4月14日拍摄的遭受袭击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新华社美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